哎呦我不知道镜头前能不能看到这个地方是有彩虹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通过我的镜头看到 我这里能看到彩虹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我们到天平店来吃东西 前两天不是在说免签的事情 然后又有网友来找我说 讲一下签证的问题 就是关于金银签涨价的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我又不是卖金银签的对吧 但是这个金银签的确现在这个变化很大 从按照我们收到的消息来说 就是9月15号截止 那么原来这个60万台铸 80万台铸 这个100万台铸的这个所有的金银签的套餐 按照官方说起来不是涨价 是变更套餐 变更到现在的一个价格 现在价格几乎翻了一番都不止 最贵的那个要500万台铸了 要100万人民币 就原来那个20年的 那么原来那个像我们一般 大部分人办的都是那个五年签证吧 那么五年的金银签原来是60万的 现在涨到的是好像80万90万 90万吧好像 对啊 90万 80万 我忘了啊 因为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没去记住 那么这东西要涨价了 我这么认为的就是 有需要该买的人还是会买 没需要的人 你60万都不买 对吧 这个你涨了更不会买 那有需要的人 那也不会相差这五六万块钱 是吧 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所以这个东西 比较那个 但是如果大家想办呢 我个人认为 就现在9月15号之前 可以先提交申请 因为金银签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提交申请 我不用马上付钱 它有两三个月 甚至四个月的审核 它审核其实到了以后 会发一个邀请函给你 然后到时候你再做决定 要不要去申请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容错概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你先去申请 按照这个价格先去申请 对吧 申请完之前 是不用支付任何费用的 那么你还有三个月 四个月的考虑的时间 等到官方金银签证 批复给你 给你邀请函的时候 那你还有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的考虑时间 到底我要不要支付这个费用 那如果需要的 那么就相对来说会省一点 那如果不需要的 那就让它做费就好了呀 所以这就是一个金银签的东西 我觉得没啥好说的 金银签不会那么回事了嘛 一般人用不到对吧 真正用得到的人 我相信金银签它的途径也非常多 对吧 也不会说来网上问 来来来大家来问的 都是不会摆的 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 那么反正对小话来说 就是每天分享给大家 分享一点吃喝玩乐对吧 我今天就吃了甜品 今天去过一个美国店 今天我觉得味道不错的 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吧 这个我们先吃了 这个都已经都已经化掉了 都已经开始化掉了 好 开始开始 来 叶奶要加上 加上叶奶 三个人刚好 一人只可以吃一点 我们吃完甜品了 吃完甜品干嘛 喝咖啡 每天不就这样生活吗 今天我们到了一个 也在那哥 因为刚才我们在那哥那边吃甜品 对吧 那么出门转个弯就到了 它叫一个 这个叫什么 Bagsjet House 对吧 这个 这么一家咖啡馆 反正是一家 蛮有名的一家咖啡馆吧 这个因为在泰国 清迈可能这种小咖啡馆会多一点 我们在巴提亚这种 这种绿野仙宗型的咖啡馆 其实蛮少的 要不就是在中天 要不就在那哥这个区 市区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咖啡馆了 那么 就是这样的一家 你就会觉得 到了这里以后 就这种很清迈的感觉 它是在那种 从民中的 这种小的咖啡馆 它里面也非常大 大家大家逛一圈 我也第一次来 也是他们带我来的 这里它下午开始就有乐队了 里面就会 里面还有一个 原来还有一个 涂鸦的一个小篮球场的 现在好像没有了 它有一些类似于 小桥流水 有这些经历 就比较 比较蛮有情调的 这种小的咖啡馆 所以大家到 开拐旅游 下午如果没时间干 就可以到 这种咖啡馆来坐一会儿 三五好友聊个天 什么的 我再说 有个篮球场 我不知道镜头前能不能看到 这个地方是有彩虹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通过我的镜头看到 我这里能看到彩虹了 这里还有一个乐队 也不是乐队吧 就一个人 一个人也蛮陶醉的 这种衣服嘛 它一定不是乐队 谢谢 于是在 demonstrate 我的歌曲的 其實我覺得彈吉他的人是蠻帥的 這家臺北店蠻有意思的 它室內也有 室外也有 然後室外呢是可以抽菸的 然後室內的話大家不抽菸可以坐著蹭空調 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它有時候會有樂隊啊 會有什麼樣的 給大家一個樂隊祝唱 我覺得蠻好的呀 點一杯小飲料這裡門口坐著 蟲子呢 有點蟲子 就是有點蟲子 其他都沒啥 會有 而且咖啡做的蠻好喝的 我感覺跟國內熱心差不多的味道 感覺要解鎖完大哥帶著朋友 這個又到海鮮市場 這個週末的海鮮市場 就南部海鮮市場是真的太棒 這個人啊還是不能週末來 而且現在這個點已經五點半六點了 哎不知道能不能弄個關門生意 才能能便宜一點 這個蝦又漲價了 上次跟祝格來才二百多三百多 現在漲到五百多了 我天哪 真的上次我們祝格來才才三百多 對呀 現在五百多了 都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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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種半四伯或者都四百了 你們不要良心胸吃不了那麼多的 你們不要良心胸吃不了那麼多的 漲了真的 你看又漲了 所以這家老闆貴貴貴 但是他價格都沒變 上次是這個價格 現在還有四個價格 我們上次買四個十百的 還給我還到八百五嘛 我們又叫自家店來加工了 讓我給大家見一下美女老闆娘 誰嗎 我們老闆娘很熟了 就來打個招呼 這也是我第一次吃的牛奶蒸螃蟹 這個就是普通的咖哩蟹了 關鍵是這個牛奶蒸螃蟹味道 我覺得還可以